逐渐出现了平面无人送餐机器 这类似是回转寿司的机台 改良之后呢 可以直接把餐点送到餐桌前 不只是地面上送的无人机 在国外呢 已经有仿照遥控飞机的空中送餐机 透过了GPS定位 让餐点从天而降 尽管看起来充满惊奇 但是台湾大多数的观众呢 还有民众比较喜欢跟送餐人员互动 比较有人情味 就算没有专人服务 寿司也能直接送到餐桌旁 想吃什么统统没问题 这是国内近期流行的无人机送餐服务 不必占用太多人手 不过在国外无人机服务 可以飞在空中遥控飞行送餐 利用四个螺旋桨遥控送餐机 就能把餐点送上桌 就算上头放着饮料也能安稳降落 不过相较于平面送餐机器 这款遥控飞行机除了得由专人操控外 飞行过程也得小心避开顾客 虽然还是有些许不方便 但是创意噱头百分百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话题性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会怕不小心餐点去滴落到顾客的身体 他没有人情味 不像我们会很贴心的跟客人互动 以服务为优先的国内餐饮业者 大多喜欢有亲切感的人性互动 加强消费者对餐厅服务的喜爱 除此之外操控过程还必须安排人力控管安全性 如果餐点太多恐怕会延误出餐时间 最重要的是一不小心打翻餐点 恐怕还会影响顾客影响 我觉得这个机器非常的有趣 可以一整个新奇的概念很好 现在已经是就是3C的时代了 就是如果又多了这个的话 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又变少 男生有些人去餐厅可能是要看服务生的 对 所以可能就是对我来讲 可能如果还是喜欢就比较有人情味那种感觉 今晚遥控送餐机充满惊奇新鲜感 目前也还没引进台湾 但大多台湾民众还是习惯浓浓人情味的用餐模式 未来市场接受度如何得先试试水温 记者文凯晨绅为台北采访报导